这个视频中 我要给你讲讲平面指教坐标系 先脑补个情景 上课时你在那愣食 老师大嚎一声 第三行第八列的 起来回来问题 于是你躺枪了 如果咱们约定 前面那个数表示第几行 后面那个数表示第几列 那让你中枪就更省事了 老师只要喊一句 三八起来回来问题 这就可以了 注意了 三和八的顺序可千万被搞反了 否则变成八三 表示的就是第八行第三列了 像三八这样有顺序的一对数 叫有序数堆 用字母表示就是AB了 掌握了有序数堆 我就可以传授你平面指导坐标系了 先画条数轴 数轴上每个点都对应一个实数 这个实数叫做这个点在数轴上的坐标 比如W的坐标是-3 C的坐标是2 那反过来 知道了数轴上一个点的坐标 这个点在数轴上的位置 你也就知道了 坐标是-3的点 那就是W 坐标是2的点 那就是C 现在我再画一条跟它垂直的数轴 这个就是平面指导坐标系了 这条水平的数轴叫X轴 也叫横轴 这条数值呢 叫Y轴 也叫纵轴 正方向是向上的 两坐标轴的焦点 就是平面指导坐标系的原点 那平面指导坐标系有啥用力 它可以用来锁定任何一个点的位置 比如点A 分别向X轴和Y轴做垂线 垂足在X轴上的坐标是2 在Y轴上的坐标是E 那A的横坐标就是2 纵坐标就是E 有序数对 2E就叫做A的坐标了 在这个例子中 你知道了A的位置 就能写出A的坐标 那反过来 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点的坐标 你能找到这个点的位置吗 看看这道题 告诉你了B点的坐标 让你在坐标轴中标出B点的位置 B的坐标中 0是横坐标 表示在X轴上的垂足 对应的点是0 以0为垂足 做一条垂直于X轴的直线 这不就是Y轴吗 B就在Y轴上了 2是用坐标 表示在Y轴上的垂足 对应的点是2 以2为垂足 做Y的垂线 B就在这条垂线上了 这两条直线的交点就是B了 你看 通过坐标确定点的位置 也很简单 以横纵坐标为垂足 画两条垂线 取交点就O了 弄明白了平面直角坐标系以后 你会发现两条坐标轴 把平面分成了12344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称作向线 按照逆时针 分别可以叫做第一项线 第二项线 第三项线 第四项线 注意了 坐标轴上的点不属于任何项线 掌握了这些 你就可以玩玩这道题了 告诉你了点M的坐标 让你确定M在第几项线 要确定M在哪个项线 你得先找到M在坐标系中的位置 先画出坐标系吧 看看M的坐标 这个-R是横坐标 表示M在X轴上的垂足是-R 所以M在这条直线上 这个3是纵坐标 表示M在外轴上的垂足是3 所以M也在这条直线上 那焦点就是M了呗 标出了M的位置 自然就能发现 M在四个项线里的第二项线 妥妥的 好了 就讲这么多 总结三点 首先 知道了点的位置 来求点的坐标 你只要用这个点 做俩坐标轴的垂线就行 在X轴上的垂足 叫横坐标 在外轴上的垂足 就是纵坐标 其次 知道了点的坐标 来确定点的位置 也好吧 以横坐标为垂足 画出在X轴上的垂线 以动坐标为垂足 画出在Y轴上的垂线 取焦点就行了 最后 俩坐标轴 把平面 按照逆时针 分了1234 四个相线 听明白了吗 赶紧做题爽爽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